荣誠 请回咱们 南无北施释迦牟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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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力 愿解如来真实力 尊敬的最佳修 最佛法 大家早上就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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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多多批评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有两桩事 第一桩事情呢就是 如何 来修行 让我们这一生当中 能够得到成就 而且这个成就的呢 就是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第二桩事呢就是 回向的意义 我们念佛的人天天都在回向 凭什么 我们要回向给一个人 你凭什么样的能力来回向 你想要回向给你的 殷亲在主 你凭什么呢 有一些人 送一部经 念一句佛号 回向的能力 对方都能够受到效果 有一些人我们念佛念了一辈子 诵经送了几十部 最后对方也没有受到利益 什么样的原因 关键在哪里 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原因找出来 希望大家呢 我们一起来研究 来学习 那要如何 来修行 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些佛法呢 最主要是讲给我听的 它的主要性是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是反复 反复避免不了 有时候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言语 可能避免不了 去犯一些过失 所谓人非圣贤 书能不过吗 像以前 我们每次见到我们师父上人 我们师父上人 常常劝导我们修行的人 念佛的人 要常常静坐 常诗已过 闲谈 莫论人非 别人的过失 我不谈 我不讲 他的过失 是他的事 跟我 无好的关系 现在我要谈的是我的过失 我的过失 如何来改过 如何来改进 如何才能够改变 让自己 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过得更有意义的 所以 我们师父上人 常常告诉我们 你要常常静坐 常识已过 不断地 不断地去反省 不断地去检讨 不断地去忏悔 改进 让我们这一生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人生 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 所以你知道明白这个事实 正向你的方向 你的目标 你这一生不会走错误 有一些人一生 天天去追求 外面的名利金钱 到最后 一场空 每天人 我们随着自己的欲望 去外面的追求 到最后 造了许许多多的罪业 将来要受果报 堕在三恶道里面 不能怪别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 想跟大家来讲一讲 其实主要性的 是都在讲给自己听 佛法最主要的 是对着自己 一片的进去 不是看着别人 如果佛法对着别人 那个不是佛法 佛法的目的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都是讲自己的 不在意别人 自己做好了 你才能够有能力 帮助别人 自己就救不了自己了 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别人呢 所以成就别人 首先要成就自己 成就一切众生 首先要成就你自己 成就一切的环境 首先你要成就你的自己 没有别的路 只有这一条 所以今天呢 这两桩事情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是这个 怎么样来成就自己 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我们这个人生 太短促了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生的意义 建立在哪个方向 你到这个世间才不白来 所以啊 我想要应用 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 他常常讲四句话 而这四句话呢 他常常对着他的弟子 这个弟子呢 也是对着我们自己本人 这四句话是哪一句话呢 我在讲文喜当中呢 我常常也给大家提醒过 释迦牟尼佛呢 这一生啊 常常告诉弟子 用这四句话 哪四句呢 他说弟子啊 你要快快觉悟啊 只有觉悟 才能够帮助我们离苦的 只有真正的觉悟 才能够帮助我们 超越六道轮回之苦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 常常提醒我们 那今天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 你有没有觉悟啊 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四句话 这四句话虽然听起来简单 但是一展开就是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 每一个法门 你能不能成就 关键在你 你有没有觉悟 佛所讲的话 而佛所讲的事实的真相 你有没有清楚 你有没有明白 人为什么会苦 眼晕在哪里 为什么他会超越六道轮回 一生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最后真正他能够往生西方净土 关键在于哪里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那现在我们要来问 师父 释迦牟尼佛要我们觉悟 那我们要觉悟什么呢 那这个是关键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一切法 你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在描述 这一件事情 都是从根底上去讲的 而这个根 是在哪里呢 就是教我们怎么样 离苦的人 那我们要觉悟什么 觉悟什么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第一个 你要觉悟 世间是无常啊 我们今天所住的这个环境 我们今天要求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要求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要求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要求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要求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要求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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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几天不能以为老人家 老菩萨 你坐在那边 你做什么 拿着什么 拿着什么 拿着手机 我说你在干什么 看抖音 有没有听佛 有没有听讲经 哎呀 师父 我每次听讲经 我想要睡 但是我看抖音了 我好开心 听听听听听听看抖音 你看 听听听看抖音 手机没有害的 那根本就不害不好的 坏是在你自己本身 你愿意在那边 把时间划过掉 用一些 没有意义的在身上 有意义的身上 他没有定量 去把握这个世界 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相信 你走到哪里 没有一个人能够 离开你的手机 今天如果你用这种精神来念 来要心 不要说三年 三个月 阿弥陀佛就在你的面前 这个手机 当时我阿弥陀佛来看待 你三个月一定有拯救的 阿弥陀佛一定到你的面前 乃吉士 我现在马上 接你到西方的世界 保证的 真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每一天八个钟头 而是四十九年 的前段 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要为了我们能够早日 觉悟 你看我们的师父上人 每天都在讲经 讲了几十年 五十多年 目的就是为了什么 让我们提早觉悟 明白这个至今是无常 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追求什么 或者无论你有拥有什么 它都是一直在变化 刹那至今没有一石 没有一颗 它都不在变化 所以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法门 每一天不断的讲经说法 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觉悟 让我们这个反复能够转成圣人的过程 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念佛 往生西方起的自己 所以佛陀才把这个无常的 四十的真相 让我们能够明白 目的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无常 第一个先告诉我们 你想要成就 你想要超越六道轮违 你要先把这个无常 这个道理搞清楚 搞明白 把四十真相清楚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呢 帮助我们破一切的我之 无常这两个字最主要的 释迦牟尼佛在描述这两个字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破除你的我之 对这个世间禅中严重的执着 因为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都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它一刹那一刹那都在变化 如果你一执着了 烦恼就来 所以真正的主要求答应 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执着是一切众生烦恼的根源 是六道轮回众生烦恼的根源 你没有把这个根除掉了 你是没办法的 就算你有一事好的 你没办法碰过 放下 你也没办法成就 所以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无常在经典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告诉我们你要去觉悟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道理帮助我们很大的帮助 只要你能够觉悟这个道理 你就能够成就自己 最大的成就 你的我执就放下了 你这个我执的念头慢慢就消失了 因为你不会对这个一切的万物 一切人一切事 无论在境界 在这个念境当中 顿境当中 善缘当中 或者恶缘当中 你会产生严重的执动 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假的 所以你看我们在佛家里面常讲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睡神 能够带得走的 你要分秒必分 带不走的 你要尽量学习 看不放手 因为这是假的 哪一件事情是你的 没有啊 到过你的身体也不信任 没有一样东西都是你的 那既然你知道这个道理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执着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主性 所以 困境的罪同学 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带在这里 断的修审 提供美德 这样带着我 最后的 阿弥陀佛 这就很好 能够带着我 因为我们最高的目标 就是这一个 要真实 我们不再追求这些 世间的福报 因为都是假的 你看我们世间的福报 长寿 福贵 健康 它不是假的 它不是永恒 真正的永恒 没有在西方级的世界 因为西方级的世界 才是真正永恒 不变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斯加摩尼佛在经典里面 劝导我们到西方级的世界 而且在西方级的世界 无比的殊胜是什么 无论今天你大业往生西方级 无论你今天到了多少的罪业 只要你到西方级的世界 你这些业障 统统都交出感情 最殊胜的是在这个地方 而且最殊胜到西方级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因缘最好的呢 你只要到西方级的世界 你的上跟福德统统统统统 你不用再修了 通通俱统 你在其他十方诸佛国土 你要怎么样断你的业障 怎么断 你断一瓶烦恼 你才能够长一瓶的上本 那你想一想 你要断到什么时候 今天我们能够有 这样的功德在西方级的世界 都是阿弥陀佛国的功德 自私发愿的加持 如果没有自私发愿的加持 我们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学习什么 无常的对象 就是教你要放下 不要执着 你一直走 烦恼就好 你看那个阿弥陀佛的像 那个脸 它的像是什么像 什么像呢 心静的像 我们的像是什么 你看看你的像 你每一天睡觉之前 有没有看看你的镜子 你整个脸 脸出来是什么像呢 不要说别人 就是说你自己本身 你跟阿弥陀佛的像 后面那一张像 一倒起来 是怎么样的 一个活得很苦 一个活得很快乐 也区别这么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放不下 所以无常 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破一切我去 只要你能够明白 这个事实 等一下 以前呢 我有看过一本 那个连续大事 在这个 无创 随笔 这一本书 大家有没有看过 连续大事 在这一本书 讲了很多故事 而在故事里面 有其中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不是真的 是一种比喻 比喻什么呢 就是讲无常 这个故事 那比喻啊 他说 盈罗王啊 天天给我们学习 写什么信呢 原始当时是这样的讲 他说啊 有一天啊 这个盈罗王啊 到这个 天天地府 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要神判一个人 记得啊 跟盈罗王打交道 不是好事的 但是我们的人生 每一分每一秒 几乎都是跟盈罗王打交道 从你的身口一三叶 有没有 那这个盈罗王呢 他要审判一个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已经往生了 被盈罗王啊 抓到这个盈江地府 盈烧地府 然后盈罗王就问这位老人家 那不但问老人家 而且是责备 责骂 批评这位老人家 他说啊 你在世的时候 有机会修复 有机会能够修你的智慧 鸡公雷 你不好好修复 你不好好鸡公雷 一生造了这么多的罪业 现在造这个地方 你要受这个果报 要受苦 那你怎么说呢 就是好像一个 这个盈罗王啊 审判这个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那也好厉害 盈罗王已经很厉害了 但这个比这个盈罗王更厉害 阿修啊 告诉盈罗王 盈罗王啊 你要抓一个人 你要先通知这个人 你要把他抓到 这个阴操地府 你要 要迟早 你要把他通知医生嘛 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修复嘛 对不对 那我鸡公雷的 你现在把他抓过来 我怎么能够有修复会呢 赚二修赚鸡公雷的呢 你这样是不对的 哦 你看 你看那个法庭有没有 这个 这个盘胜官 这个这个 这个我们那判一个一个犯人的时候 哦 你看 哎 不会讲话哦 你不应该这样的啊 你应该通知我呀 让我有一个 准备嘛 哦 你什么时候来抓我 哎 你还有30年 哦 或者20年 对不对 盈人王啊 哎 更厉害 盈人王啊 就告诉这些老人家 我有啊 我早就告诉你 只是你不知道 我说哪里啊 我常常给你写信啊 他说 你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的头发很亮 是不是 对啊 但是你现在有没有 你的头发就白了 对啊 头发那个白就是给你信啊 所以你回去 你订算 你的头发白了 都不懂 哦 你要记得哦 那个就是盈人王给你许信 真的 然后呢 又告诉这个老人家 你以前 你的耳朵很清楚 听什么都很清楚 隔壁连接在讲什么 你都听得很清楚 你现在耳朵啊 天空在打雷啊 你都听不清楚 这个也是一封信啊 不是这样 你以前你的牙齿 很坚硬 能够吃花生 现在你的牙齿 不要说吃花生 吃其他的东西 有个惩问题啊 一个一个掉了 这个也是一封信啊 你看你以前的眼睛 看到外面的人是谁 哦 那个赖巨士 哦 那个是陈巨士 哦 那个是我们的总干事 那个是我们的营理师 那个是我们的邱太 看得很清楚哦 现在眼睛啊 都看不清楚 老花了 这个也是一封信的 但是突然间 这个老人家的旁边 一个小鬼 他就看着 他说银楼王不对 老人家 现在到这个地方 我能够接受 但是我还年轻 你为什么把他抓过来 你为什么把他抓过来 人的王也说 我也给你学信 学什么信呢 你还记得你前几天 在你的隔壁链鞭 有个小孩 因为意外被水淹了 后来死了 他也在提醒你 连此大师在这个故事里面啊 就是要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黄泉路上 五老少 孤魂都是少年人 坟墓装的不是老人或者年轻人 装的就是紫 而且现在啊 装在我们的坟墓里面 棺材里面 几乎都是很多年轻人 真的 最尊敬的 最终究大的 从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止止可可提醒自己 真的人生是无常的 随时随地 每一处 每一分 每一秒 它都在变化的 所以你要赶快觉悟这个道理 你能够觉悟了 你就明白了 将来我的方向 我的目标 我的目标要建立在哪个方向 就很明显 你对这个世间的一切万物 你会慢慢的看 你不会惨中严重的事情 无论哪一个人是对着怎么样对你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描述这一桩事情的时候 告诉我们 你一定要放下 只有放下才能够成就你自己 只有放下才能够帮助你自己 放下什么呢 放下你的明文立养 放下你的患生尘埋 放下你的自私 这样才能够成就你自己 这样才能够帮助你自己 这样才能够帮助你将来超越六道路 了生死 最主要的 我们的目标 就是能够往生西方心 这个最最关键 那今天我们起步了没有 还没有 所以啊 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讲了这么久 四十九 为什么 就是帮助我们这一类的工作 真的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呢 他老人家在讲经当中 他常常讲一句 现在的动生回头难了 太难了 你想要帮助他 他能不能绝 所以只有自己成就了自己 成就了自己 你有具足圆满的智慧 以这个智慧 你才能够帮助别人 你去送身一口 不然的话 你是没办法的 所以无常 这个自己的真相 我们一定要了解 那第二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 要快快觉悟 首先要了解什么 我们在这个世间 很多事情 自己受不了解 很多事情 我们没办法主宰 很多事情 有不了自己来做 你说苦不苦 很苦 这个是第二桩事情 让我们破一切我 你看我们这个生命 真的很脆弱的 你们有感觉到吗 我们这个生命真的很脆弱 说走就走 说倒就倒 说病就病 说死就死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做得了主 没办法 你说你不想生命 咸吗 你不想老 咸吗 你不想死 咸吗 这一桩事情 你有没有结果 所以 从这个地方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间 在这个环境 低度的环境 真的 福乐无常 很多事情 不能称心 很多事情 让我们真的 有时候 让我们很讨厌 有时候 很多事情 让我们很痛苦 让我们很烦 是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你没办法 所以你要修行 经过你这样的修行 你才能够回复 你的本性的本能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有居住 圆满的居住 编满的居住 无量无边的居住 无量无边的福报 但是这个 无量无边的福报 无量无边的智慧 要怎么样能够明显 出现 你在这个生活里面 你要修 所以要经过修行 你才能够成就 将来才能够得到 自己能够做得了解 一方姐的这些 好 好在这个地方 你想要年年十八岁 年年就是十八岁 你看在 《观无量寿佛经》 在这个《无量寿佛经》里面 佛不是跟我们讲的 你想要住大房子 房子就大 你想要住小房子 房子就小 你想要去采访 去 看访这些 职方诸佛 活土 你有这样的能力 这个就是西方姐的世界的好处 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没办法的 很多事情真的做不了主 最尊敬的追踪就到了 从这个地方 资教牧尼佛让我们去了解 世间我们一定要快快去 只有觉悟且托了 将来你才能够得到 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都自己最清楚 这个就是在西方姐的 前几天 我们的破堂 有一位户房 就是我的道场 她呢 生活啊 环境很好 一生啊 常常以这个名利 因此去拼命断想 后来经过学佛呢 她还明白这个道理 明白什么呢 到最后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得 而让她觉悟的就是什么 她的旁边的人 一个一个都离开了 有一些人因为中风 有一些人因为生病 有一些人因为得了癌症 有一些人因为摔倒 有一些人因为老了 有一些人因为生病了 所以没办法 能够维持 后来离开这个世界 而且悟到什么道理 她就告诉我 师父 这个人生太脆弱了 像这样的人 能够悟到这个道理 你劝他来念佛 你告诉他 介绍西方姐的世界 有这样这么好的环境 他会不会听啊 他会听 你现在我们听到这个道理 知道西方姐的世界 无比的殊胜 无比的庄严 我们有没有听进去 不一定 所以真的 现在的人回头太难了 你怎么劝着他 随着自己的机器 天天照 佛也没办法 佛也没办法 你说这不在乎 所以 尊敬的主义同修道 从这个地方 释迦牟尼佛 要我们快快觉悟 在这个世界上 你的生命 都是很可悔的 你没办法病 人有生老病 人有八苦交线 天天就是这样的 过的生活 你要赶快觉悟 觉悟之后 你就明白 所以 从这个地方 你就明白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天天告诉我们这些地 你要快快觉悟 你要提早觉悟 你要早日觉悟 只有觉悟才能够帮助你 真真离苦 只有觉悟才能够帮助我们 了生死 只有觉悟 才能够帮助我们 将来往生提早 去的事情 就记得到 所以 这一句事呢 我常常劝导他 今天你有这样的福报 你明白 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福报 你要建立在哪个地方 那个才是关键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能够取悟到这样的程度 说明你有上根 你有福德 而这个上根 这个福德 要怎么样的培养 你要不断的去修学 你要不断的去反省 你要不断的去修学 去修学 去找到一条 将来能够让我们 生死自在 聊五卦 这样到这个世间 来到这个世间 你就不败来 那今天的对象 最大的 你想一想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世子真相 把释迪摩尼佛所讲的这个世子真相 搞清楚 最大的受惑 你自己的内心是什么 你那个贪欲 你那个欲望 你会慢慢的延长 你不会过意执着 过意的欲望 随着这个欲望去追求 随着这个执着 这个贪欲 是追求 不会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交动生 很高明 从根去治 让我们能够解脱 自在 生死 心火挂来 释迦牟尼佛 来到这个事情 就是做出生生生 没有别人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了解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道理 然后一旦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要快快觉悟 世间的乐不是真乐 世间的乐 它是假的 只有到西方旗的世界 才是真正永恒之类的 我们在这个世间 你看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到现在 你的生活是怎么样 有没有快乐 有没有呢 你看你从你出生到现在 可能在过几年 我们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 在过几年 你看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只是早晚而已 早一天 或者晚一天而已 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你看从你出生到现在 你的生活是怎么样 你去思维 你去观察 这个世界的乐是不是真的 像前几天 我的妹妹 她打电话 她说 自助 我能不能跟你祝福 我说有什么事 你也知道 没事不登三宝殿 我告诉你 祭司来到佛堂 都是没事不登三宝殿 都是有事的 你不相信吗 你看看哪些人来到这个道场的时候 他求的是什么 很清楚的 像 像我一天 常常遇到一些居士 都佛堂 见师父 师父 我很苦 都是讲这些道理的 没有说 师父 我今天学佛觉悟了 一百个人当中 找不到一两个 我来到雪梨 我来到雪梨 金钟学位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 一个居士 你们呢 义工啊 这些人 师父 我已经解脱了 师父 我已经鸣心 见性 大声大悟了 听的就是这些 我讨厌他 或者我讨厌你 或者我对你不满 或者这个人很难度 或者这些一大堆的事情 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跟我说 师父 我开悟了 我开悟了 有没有 没有啊 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 师父 我念佛有把握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什么时候走 我有能力了 有没有 没有啊 你还不觉悟 还在那边 还在搞这个 搞那个 我实在真的很被爱 我们众生真的很可怜 我这么多年出家 讲经已经22年了 我很少没有听过一个人 跟我讲这句话 我每次回到印尼 去见我的师父 我的山上有位老而上 今年96岁 身体很健康 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会跟我们的师父讲 师父 我忏悟 我今年我做不好 请师父 给我实力 我真的 我要检讨 像我们每一天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佛像 每天要睡觉之前 我们所拜的 不是那个佛像 佛像 只是一个表法 你菩萨过相自身难保 这没办法 那是一个表法而已 我每天拜阿弥陀佛 是拜我自己 我常常跟阿弥陀佛讲 阿弥陀佛 我今天 我不断的要反省 我今天 有没有因为我的语言 伤害到别人 我的今天 我的行为 有没有伤害到别人 我这样的 我才能够检讨 我自己看 我每天就是这样 所以我每次回去 我一定去见老山 我就师父 我今天 我师父 我师父 给我 让我弟子 能够 成立这种 是这样的 我们呢 有没有呢 眼睛所看到的 就是别人的过去 耳朵所听到的 就是喜欢别人的过去 以言所讲的 就是别人的过去 那你的过去 什么时候 才能够改变 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念佛 念得不错 是因为你的燕金 在主还没找上门 是因为你的境界 真正的境界还没找上门 当你的今真的境界找上门 你的燕金在主找上门 你那个时候你想要克服 来不及了 因为你没有那个境界 所以我妹妹那天跟我讲 她跟我祝福 我什么有什么样的苦要祝福 她说 什么很辛苦 天天为了而你准备了 而你不惊化 那个是你的事 你既然生了 你要好好教 你不教 这个是你的因果 这个环境 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 现在的动乱 关键在哪里 在家长 这个孩子将来的成长 是怎么样的 关键在你的家长 城外就是你的家长 所以孩子将来长大 是怎么样的 他的模型是怎么样的 那家长的关键 你要跟我祝福 没有道理 这个是你的事 我只是跟你说 家长的教育 非常的重要 这个家长的教育 在哪里 在你的正教育 不是在研究 我们今天哪一部 弟子归容易 弟子归总句 弟子归圣人学 很容易读出来 但是你要做得到 到里面的真正的目的 那个就是你的身教 那今天我们念佛 也是一样的 你要报答老师之恩 没有别的 你要怎么样来报答老师之恩 你能够把这个法门 把这个念佛的功德 作为一个身教 给别人看一个好样子 作为别人的模范 做别人的楷模 这个就是你最大的 报答师之恩 我们有没有做得到 没有 讲实在的就是这一个 说师父 还有 这个 跟你先生的关系 那个也是你的事 不是师父的事 既然几分 你要接受事实的真相 不能只看到对方的过失 你要知道自己 你自己也有过失 因为我们是凡人 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说 接受土地不容易 真的 在佛门里面 你接受土地你不交 这个土地如果交不出来 将来它去造一些破坏 这个佛教的名义 你做老师的果报在哪里 无间地狱 这个就是老师的责任 领导的责任 所以做一个领导是非常的重要 你的言行 你的行为 你的动作 影响到别人的生活里面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这个释迦真的是乐是美 都是假的 就好像我们肚子饿了 肚子饿的时候 我们就吃个饭 吃饭之后 你感觉肚子不饿 只是那个饿暂时情而已 当你饿肚子又开始了 苦就来了 那我们这个人生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所做到的快乐 只是暂停而已 那个苦暂停而已 它不是真乐 你说你看现在的人 你不想老 天天都老 真的快乐吗 快乐不了 西方极乐 真的是不一样 在一切万法 都是让我们快乐 从人事物都是让我们很快乐 这个道理你们有没有去觉悟 当你觉悟这个道理 这个环境 释迦牟尼佛把西方极乐之间 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为我们讲清楚 一是好 华语都没有 如果你把这个事实真相 搞清楚 搞明白了 往生西方极乐之间 那就容易了 今天为什么我们 往生西方极乐之间 有很大的障碍 就是因为你没有把 说佛世界之苦 西方极乐之间之乐 没有搞清楚 你才会产生 现在严重的之果 所以三十新量 终佛果实告诉我们 说佛也让流浪 生生世世无量节以来 都在这个说佛世界 流浪生世 已经无量节了 自己还不觉悟 能怪谁 不能怪别人 所以有人问 师父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大神通 有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大智慧 有 那为什么没办法 帮助一切众生呢 有记得 不是佛没办法 帮助众生的 是众生 没办法帮助他自己 真的 像我以前 刚刚接触 这个进口中的时候 我又读到一个一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做一个比喻 比方说你的左脚已经在无限地狱 你的右脚 女生还在这个四天 只要你能够觉悟 阿弥陀佛都能够帮助你 你开那个无限地利的狗宝 但是关键 你自己 能不能救得了自己 阿弥陀佛有这个能力 释迦牟尼佛有这个能力 关键在你自己本身 所以告诉我们真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天天 孩子把苦交间 在西方几个世界 不要说把苦交间 连把苦交间的名字都听不到 我们在这间大人心 有一天寿命到了 有 子之别之苦 我们在西方几个世界 都是无量受 这种的快乐 是没办法 去形容的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道 你明白这个道理呢 你还会执着 这个世间的一切万物吗 你不会的 包括你这个身体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要开始明白这个道理 都是无常 都是假 然后最后呢 这叫摩尼佛 叫我们要快快觉悟 为什么要觉悟 因为你的心不清静 今天能不能往生西方起的时期 靠的是你的心清静的 不是靠着你念佛 念了多少声 你要怎么样回复你的智慧 怎么样回复你的清静心 不是今天你送了几步清 念了几分的佛号 不是的 你的心不清静 你心是不是不清静 有没有 真的耶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心不清静 而且这个心不清静 都是我们一切烦恼的根源 这个心不清静 这个心不清静 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欲望 你的贪欲 对外面的灵魂力量 自知自利 寒纯去买 你从来没有放下过 你从来一直都在 你从来没有去看过 从来没有去看过 你没有得到清静的心 你是没办法解脱的 你没办法得到清静的心 你是没办法灭无量 无边的罪恶 你没有清静的心态 你是没办法往生西方进去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叫我们要快快去 你要怎么样培养你的清静心 关键到最后都是只有一个看破方法 没有别的 只能能够这样学 明白这个世事真相 对一切人 对一切事 对一切物 看到什么样的事 听到什么样的思维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善言逆言 都是一样 通通一样放下 你能够这样的修 万修万人去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做 最后 很多事情 真的 这个上面真的很脆 最后 我们常常要回向 我们要回向 你有本钱吗 你要回向你的累结因心在主 你看 很多人为什么天天回向 天天诵经 天天念佛 天天回向爱 愿离此功德 回向累结因心在主 因心在主有没有得到 为什么天天回向 为什么天天回向 天天障碍这么多 天天回向 夜上越来越多 什么原因呢 你想要回向 你有本钱 像好像我要买房子 你没有本钱 你怎么买房子 不要说买 你连住都没有 那这个本钱是什么 老实 天化 正干 天天诵经念佛 你不老实 不清化 不正干 也没用 什么叫做老实 你真神心 依教奉行 阿弥陀佛 叫我们不可以做的 你不可以做 阿弥陀佛 叫我们可以做的 你要想尽办法去做 你要尽量去做 阿弥陀佛 叫我们要避免 你要避免 你有没有做得到 这个就是你的老实 你有没有清化 这个就是你的本钱 你能够这样的做 你回向一个人 这个一个人的 受到的回向 那就很快 就算你念一句 阿弥陀佛 就算你念一句经 一句句 他就能够做到利益的 你看地藏佛 本缘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就算你念了一句 两句三句 就算一句 只要你要那个心 是真诚的去回向 这个人就得到利益 这个人就能够 表生死做三句 累结阴心在主 看的是你的老实 听话的真诚 不是看你在那边 哪一本书 做三十几天在那边 能够得到利益吗 有限的 都要欺骗自己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天天念 活回向 那当然还是一样 为什么呢 自己没有做好 你没有那个本钱 这个本钱就是什么 不断的繁琴 不断的减负 你这个功德 你回向给你的阴心在主 回向给你的累质阴心在主 回向给你的过往的父母 回向给你的家庭进主 我相信 刚刚你开始要做三十几年 当你开始起唱这个界定真香的时候 当你开始唱这个界定真香 他就得到利益了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好好真干的话 没有老实听话 你能够今天把这个三十几年 做圆满的 所得到的 才有限 所以这个 这个本钱靠的是在哪里 在你的生活 日常生活里面 主事带人去 你有没有真干 你有没有真修行 真修行跟没有真修行 你能够看得出来 你不相信 你等一下 锁这个门出去的时候 你去看 他有没有真修行 从他的讲话 你就明白了 从他的态度 你能够看得出来 他有没有真念佛 他有没有真修行 看得出来 所以尊敬的 各位同修大德 这个就是简单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没有别的 要如何来成就自己 只有自己 才能够帮助自己成就 要怎么样来能够 让这个回向 能够得到无量无边 让这个地球 让这个世界 让我们的家亲建属 让我们这个殷亲在主 只有真干真修 真正的老实听话 你才能够让这些众生 让你的周围的人 你的儿女 你的太太 你的父母 你的先生 能够获得利益 你看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 监牢地神 怎么样对 释迦牟尼佛 告诉一句话 你看监牢地神 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在第几点呢 第几点呢 地藏菩萨本愿经 有十三点 监牢地神 跟阿弥陀 跟释迦牟尼佛 对话的时候 在第几点呢 第十一点 监牢地神 是管辖 管辖这个受佛 这是我们的地球 你看 他告诉释迦牟尼佛 只要这个人真正修行 只要这个人真正真干 古论 在这一部经当中 他读了一句 念了一句 他都能够获得 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 而我这个功德利益 我会来加持 来护灭它 这个是监牢地神 告诉释迦牟尼佛 关键就是你自己本身 所以从这个地方尊敬的 所以从这个大德 今天呢 非常难得 我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我没有别的 这些都是为我自己 都是讲给我自己的 也顺便地给大家 做一个分享 只有能够不断地 去反省自己 不断地去忏悔自己 改过自己 改进自己 我们的前途 还能够明片地光明 我们的将来 才能够真正地成就 而且这个成就 若是要真实不看见 而真实未来 这个就是我今天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希望你们 天天 要不断地去检讨 反省 学佛 佛法的好处的利益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能够这样地改善 从你的原意 从你的行为 这样的话呢 那你将来一定没有很大的成就 无论在自间法 或者在出自间法 你都合一个很大的成就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简单给大家 做一个介绍 如果 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你们大家做个提贴 多多指点 我们都是一起在学习 祝大家身体健康 六十吉祥 祝大家老许念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